小红娘们 你们好 各位好 我是不但关注大家爱的甜不甜 也在关心大家睡得深不深的主持人 板克丽 欢迎睡得深不深就要来问我了 因为我就是离不开你们 更离不开喜临门床垫的 着蒙蒙孟子 你们的毛巾 欢迎蒙孟子 大家好 大家好 脑洞大开的四位 欢迎大家来到全新改版的 中国新乡亲第四季 暗神姐姐 来 请坐 玻璃房里的五位男士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都还蛮帅的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女嘉宾 我感觉她很喜欢吃 她的代号叫掌中宝 张中宝 张中宝 我会做 张中宝不是一种菜吗 对她跟张中宝有什么故事 让我们欢迎徐欢 你算了你不成难 哇 来了 哇 你要Burn baby burn 不成难 哇 哇 哇 太美了 这位嘉宾来自于真爱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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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好甜 真的好甜 糖果 她最甜 欢迎徐欢 哇 哇 太可爱了吧 好可爱 大家好 白特丽多德好 有 想为爱神姐姐好 我的天啊 哇 声音好甜 哇 天啊 天啊她是萝莉 好甜 好甜 我叫徐欢 今年二十四岁 我是来自重庆的张中宝 哇 哇 好甜 这位子 我就是成都的 我喜欢你的糊涂 人心想哭 大家不要看我小直 就觉得我好欺负哦 因为 如果生气的话 我会跳起来打你的膝盖 哈哈 好可爱哦 哇 哇 打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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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眼神躲不掉 我喜欢焦小型的 可以起起包包 举高高是吧 可以举高高 可爱 来 我们欢迎徐欢 来来来来 到我的身边 欢迎 为什么要叫自己 掌中宝 因为大家知道 重庆嘛 就是火锅特别出名 是 然后我们煮火锅的时候 就会煮那个掌中宝 特别好吃 我也是重庆人 真的假的 我是重庆的女生 晓不晓得 我老婆是重庆的 所以你说重庆 活过吃掌中宝 我就不晓得 我没有吃过 好着急哦 我说重庆话还挺标准的 幸亏我会讲四川话 百科丽现在突然变成了 标情大汉 哈哈 对 对 我说你第一次在这个 让你特别 从未觉得你如此的伟岸 对 对 你们不要这样 你这样生气的 他跳起来会打我膝盖的 百个威武 你对另一半的身高有要求吗 都很高 越高越好 就如果一米八八那种高个 你能接受吗 那很有安全感啊 哇 游戏 游戏 对 就是那个男生超级的高 然后女生卡一搂到她腰那儿 还能摸头杀 对 还能摸头杀 超甜的那种身高杀 欢欢子之前交的男朋友大概有多高 大概也是一米七五到一米八左右吧 比较适中的身高 那还可以 我们男嘉宾应该没什么压力 没压力 没压力 一点都没有 我这里居然都是一八里以上 你的生意出来真的好甜 就像是儿童节目的那种配音员一样 你是做配音工作的吗 不是 因为我现在是刚考上研究生 研究生 学历好高 本科怎么办 压力好 压力好高 我要上学 所以平时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做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 所以我选择了现在 比较火的自媒体工作 我是一个唱歌主播 唱歌主播 唱歌主播 那你都会唱什么歌 跟我们来一段 跟我们来一段吧 天哪 全部都成了娃娃鱼 你会唱什么呀 对他小朋友那种感觉 那你有什么想听的歌吗 萌萌姐 终于等到你 还好没放弃 可以 这个可以 唱歌符合我 期待 期待 预备坐这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终于等到你 终于等到你 还了 还了 哇 没了 一句所以 一句所以 没听过 没听过 我这是没屏幕 有屏幕我早就大火箭 你给你抓上去了 有没有觉得他有点像那个冯提默的声音 我也是重庆人 然后提默也是重庆人嘛 我觉得我跟他的外形都是比较小只的 所以我自封我为 小冯提默 冯提默分墨 你刚说已经是研究生了是吧 对 现在哪个城市学习 我现在是在杭州 是哪个专业的 我本科学的是工程造价 就是搞预算的 看不出来 预算 看不出来 研究生读的什么 也是这个专业 跟这个专业相关 但是有点不一样 跟环境有关 跟环境有关 是 我是景观设计 就搞绿化的 很好啊 那还是挺相关的 本科研究生 天哪 我的专业就是景观设计 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 天生就一定遇见了很好 我们学谈恋爱的 我是波音主持的 我动画设计 真的 那个 你只有装修你才知道 原来买一棵树 要花这么多钱 对 我一直以为树嘛 树很贵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抢麦环节了 楼上的五位兄弟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了 你别那么急啊 急啊 来 三 二 一 开枪 欢迎登陆西方微博 关注东方卫视 中国新乡亲 官方微博 观看合集边看边聊 乡亲讯事 也可进入中国新乡亲 发行业 观看乡亲发唐时刻 每周解锁 多云讨论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听 五号 嘻哈二号是你吗 二哈终于等到你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带着麦克风走来了 快点起来 二哈 恭喜二哈和徐欢 牵手扯 还没到那一步 不好意思 还没有接受成功呢 我说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赵文博 我一直等了 等到你 终于等到你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这有歌 今天晚上 这个玉皮老师 是一个他配合好的 为什么对他一见钟弦 我东北人嘛 在那个在杭州打拼 也挺蛮有压力的 然后其实我能感受到他 平时一些苦中作乐的一些心态 比较坚强的一个感觉打动了我 我们还不一定一会儿选不选你 你是有一个特权的 你有一个问题可以问他 我平时唱歌主播嘛 所以我想跟男嘉宾合唱一首歌 老天保佑 文博他不是阴痴 不真的要唱歌吗 完了完了完了 他不会唱歌 直接就是送命题 送命题他不会唱歌 放心 这首歌大家肯定都听过 是那个喵喵喵喵喵 萌萌姐 是不是 真的假的 真是这首歌啊 没有人告诉我啊 我喜欢 我便宜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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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喵喵喵喵喵喵 文博你能唱歌吗 我 我 我就 我们帮你 我们说 我帮你 我们说 我帮你 我帮你 我自己来吧 不要你吧 我 我唱歌 这班奏都出来了 文博啊 你就你就将就我呗 你对呀你这个男人不行啊快啊 那行来吧 你俩怎么已经开始谈谈起甜甜的恋爱了呢 我我我谁谁谁 我谁有谁先唱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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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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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唱 谁谁谁谁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以为你已经开始唱了呢 哈哈哈哈 不用半个舞 我觉得清唱就可以 清唱你们还要命吗 那我开始了 那他要开始了 预备走 我们一起学猫叫 一起 喵喵喵喵喵 在 哈哈哈哈 在你怀里撒个娇 哎呦 哎呦喵喵喵喵喵喵 我的天哪 感觉到出来你好像有点痛苦 我唱歌是硬烧 对不起 他可能唱得不是特别好 但是他特别愿意接我的梗 我觉得这一点就很酥 哇哦 有机会啊 我用另一种方式给你表演唱歌也行 哪种方式 我可以跳舞 我是舞蹈老师 哦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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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加一把油一会儿下来跳个舞好不好 对 我加 加肯定加油 当然首先徐焕一会儿得选你 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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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公屈膝 一定要选他 你要选他吗 可以给他个机会 求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是你让我想要一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因为我也对他好好奇呢 好甜啊 又来了 这一期的主题曲 这个金铭老师应该伦伯的亲情啊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五位男嘉宾的关键词 一号 俊男 俊男 那我第一印象就是觉得这个人很自恋 说自己很帅 俊男你完了 俊男 你完了 你喜欢自恋的男孩吗 我觉得自信可以 但是不要太过 完了 俊男就不要尖 没忘了 名字不能怪我 天哪 比如说长得真的很丑 但是告诉自己叫俊男 那有可能 猫猫姐 卷双加双干得棒 猫猫姐 如果是他妈给他起的 妈妈一生出来 太好看了 就还就像俊男 你喜欢吗 我沉默了 好 好 沉默了 完了 你这把这拍没用了 凉了 凉了 男二号 东北大龙猫 这个可以 这部动漫我看了好多遍 还行 这个照片很像我们的欢欢 跟一个大龙猫站在一起 但你不会担心他过于肥胖 不胖 过于大吗 胖的话 那不行 还行 还行 不行 有八块腹肌 你绝对想不到他身材那么好 我告诉你他不胖 安静帅 真的吗 真的吗 好 三号男嘉宾 人生保险 这是什么 卖保险的 有个安全帽 不会也是搞工程的吧 搞工程 他会不会是在银行工作呢 他会不会是游泳池的救生员呢 他会不会是医生呢 他会不会是护士呢 他会不会是教师呢 猜对了 猜对了 少二口才老师 我们莫姐还蛮厉害的 一猜就猜到 感觉他是一个 考虑事情比较成熟的人 好聪明 有安全感 对 来 我看看新的三号 来 咱一块 来 来 看一下三号 帅的 这种是赵母娘很喜欢的那种男生类型 来 下一位 少女的居家良药 你在家里面都得用它 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 我觉得男生跟少女挂上边 就会感觉有点 有点奇妙是吧 乖乖的 那猛猛姐能帮我看看他 漫不漫吗 我看一看他 哇 他真的是 跟漫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不能 你不能误导人家 柔美 看你谈 我觉得还行 我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还可以 个儿很高 挺帅的 五块非常立体 蛮帅气的脸 然后有点像鱼蒙龙 胖版的鱼蒙龙 我给你说个场外信息 这个给你是老乡 打成都的 板个老乡吧 很棒 来 最后一位 嘻哈二哈 就是刚才给你对歌的 那他就嘻哈嘛 就让人觉得可能是 非常的潮流 其实对于嘻哈二哈 我们三位都已经 好奇心要爆棚了 你知道吗 真的 五号的这个家属比较惨 真的 一直都很多人 我也非常好奇 你要出来了 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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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跟他对话 你的感觉怎么样 就冲他普通话 不标准这一点 tiger 凉了 凉了 我还蛮喜欢的 啊 哦 你怎么回我很好 别见你 留下逐迹才美丽 风吹花落 好 現在你想讓哪三艘船 給駛出來呢 選出三位很心儀的男嘉賓 我們進入到下一輪聊天 我沒有戲了 好緊張 二 請選擇 我選擇 我選擇 和四號 二號 和五號 二號 四號和五號 太好了 五號終於出來了 來 歡迎二號 四號 五號的金友團登場 歡迎三位 二號 太好了 姐妹 你來了 姐妹 姐妹 我來了 你們好 你們好 二號上一次為哥哥哭泣 這次看看哥哥能不能抓住機會 二號 介紹一下 白克麗老師好 女嘉賓好 二神姐妹們好 我是二號男嘉賓 陶玉琦的妹妹陶茗玉 我哥今年她是28歲 來自於遼寧水洋 目前的話是有自己在經營一家服裝店 她是做服裝的 是嗎 對 是的 那她做女裝還是男裝呢 她男女潮服 能有我穿的衣服嗎 你來了就有了 都會有的 有童裝嗎 童裝 白克麗哥哥你特別想被我打膝蓋是不是 李嘉賓 你跳起來 差不多可以打到她的膝蓋 你這話到底是在幫你哥還是 他怕髒型 雅斌她這個後面的東北大龍貓 就是說我哥她雖然身高很高 看一八七快將近一米九了 但她其實的內心就是非常善良的 我覺得剛剛表妹的介紹特別好笑 她說我表哥雖然身高快一米九了 但是心地非常善良 對 我真的想我倆在說 真是 可能害怕大家誤解 就覺得她的快頭比較大 她就 所以就不善良 特別野蠻 她是不是長得比較凶 我長得凶嗎 她雖然長得凶 但是心地善良 其實我們剛才見過二號男嘉賓 她其實長得挺帥的 而且也不胖 對 當時還挺深溜的 我們來看看四號姐妹吧 介紹一下你們家哥哥 白克力老師好 女嘉賓好 艾燒姐姐們好 你好 我是她的親友團兄弟 然後大潘 然後我跟她是高中的三年同班同學 然後直到現在的玩伴 這真是兄弟 這些都不重要 不重要 沈志南才重要 好 還是介紹一下你兄弟吧 好 沈志南的話 她今年是28歲 然後身高1米8 然後跟你的話 就是最萌身高她 然後她是一個 擁有百萬粉絲的美妝博主 然後且她自己有一個自媒體公司 所以你們倆就是強強聯合 走上財富之路 走上財富之路 但是我不想跟她成為上下級關係 不用啊 你是老闆娘啊 這麼突然嗎 牽手了就是啊 她會給自己化妝對不對 會 她也可以給你化妝 所以才叫少女的居家良藥 哦 懂了 對 有這一點 居家良藥 李佳琪的化妝間置物間知道吧 她也有 哇 所有女孩的夢想啊 那是 剛剛那個毛波子老師說了 他說長得有點像于蒙蓉 是真的 而且呢 她是我們高中 她就是一個 班草級的花蝴蝶 什麼 班草級的花蝴蝶 花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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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成一隻 我知道現在很流行 戀愛要從一束花開始 對吧 然後呢 沈志南她會插花 這麼過分嗎 然後呢 沈志南會做菜 因為她爸爸曾經是廚師 天啊 怎麼聽你講她什麼都會 對啊 她是個寶藏男孩 那一刻心動 我開始心動 別再忘了 有多大 沈志南有什麼事做不到的 她會洗腳按摩這些嗎 洗腳按摩 大概是會的吧 我覺得 點穴 她會龜搓板嗎 她會修電腦嗎 她會修手機嗎 雖然可能不太會 但是為了她 她可以去學 真的 對 在她的眼裡 你是最美的 哪有一爆棚呀 好 來 我們認識一下五號 我首先想問一下這位親友 在後面都快 對 我太難了我覺得 原地都快修成什麼東西了吧 我想再選不到的話 我就讓她換個情書吧 但是 我跟她之前有過約定 就是說 不會是她如果沒欠揍女嘉賓 力量在一塊兒吧 不是 幫我物色一個男嘉賓 真的 你看中幾號了 那麼 野史密斯 舉手的 好難 還有人舉手 這個環節為什麼要有人舉手 咱挺快看看的 真羞恥 回歸一下正題 我先插播一條羚羊起誓 我這裡有寶藏級的二哈 一支現尋求領養 此二哈身高1米75 特別會跳舞 那她同時是杭州的一名 資深的短視頻編導 她曾打造過許多 從零到百萬級粉絲的網紅 如果女嘉賓喜歡 並領走她的話 相信你將會收穫 開心 快樂 美好的每一天 哇 專業級別的隊友 她可能是因為跳Hip Hop 所以她呢就是給人感覺 會比較喜歡動 比較喜歡運動 比較喜歡動 你懂嗎 就是不會特別老實坐在那邊的 也 我也喜歡動 躲躲躲 那我也不能幹啥躲躲 就是很有活力的感覺 然後第二呢 她一個比較有不一樣點子的人 所以可能腦子也蠻好使的 挺內秀的 接觸了這個五號嘉賓 這麼長時間 會很負責任地告訴你 目前來講 你可能會最喜歡她 Oh my God 我真的戀愛啦 我真的戀愛啦 陪你最快 想給林佳的從她 從人生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徐歡的生活 我們也拍了一段短片 嘉賓們請看大屏幕 嗨 直播間的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那麼今天呢 為了滿足你們的好奇心 給你們看一下 我日常生活之中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挺主播飯的 很乖很乖 小可愛的就行 一台電腦一個書桌 就是我平時給你們唱歌的地方 它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 學習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 每天游走在喧鬧直播間 和安靜臥室裡 感覺早已習慣了如此的生活 下播後一個人吃飯 一個人看電視 在這個陌生的城市裡 我想找一個人陪伴我 一起尋找 只屬於我們的小小世界 他不用太高 不用太帥 但希望他能時時刻刻地想到我 關心我 哪怕只有一個外賣 幾句問候 他不用太有才 也不用太有錢 但希望 他能時時刻刻 在節日中給到儀式感 哪怕只有一個小小的玩偶 希望你可以在玩遊戲的時候 為我放下手機 全心全意地和我聊天 希望你可以在我休息的時候 為我安排外出 兩個人一起漫步這個世界 心得畫了 你剛說你的要求也不高 那之前交往過多少男朋友 三個 三個 二十幾歲就叫我三個 沒那麼說 最近空窗多久了 好幾年了 好幾年 為什麼 我最近幾年吧 不是之前考研究生的時候 那學習的時間會比較多 也沒有什麼時間出去玩 忙於事業 我想補充一下 剛才我看了這個VCR 它有很多個文博就是很像的 比如說直播 工作很忙 但其實內心還是處於 被疼愛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 真的特別配 我其實十分期望這個女嘉賓 能夠看一下她的才藝 因為剛才唱歌真的有點嚇人 能不能就是看看她跳舞 然後給她加加分 我覺得我們比女嘉賓 更想看她跳舞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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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可以 可以 就可以 喜歡你在每一趟 每一趟 喜歡你 但是她每次跳舞 都跟這麼多女孩一起 完了 完了 吃醋了 吃醋了 一確 她舞蹈老師嘛 接觸的女生非常多 然後同時她又是短視頻編導 接觸的女生可能更多 雙重Q 說完了 接觸的女生都很多 但是 只要她一旦喜歡一個女生的話 就會完全非常的認真 我其實有一個非常非常想問的問題 就是今天在場男嘉賓來的 全都是女性朋友 而且都自稱是哥們 二號是表妹 不好意思 但是我的觀念 我就是覺得 男女之間 沒有就是 沒有純純的友誼 是吧 對 她介意女閨蜜 四號 以我所知 這哥們也不一般 所以你不能接受 籃顏之己 對嗎 來 來 拉電話了 二哈急了 我估計 你好 白老師 五號來了 那個 發一條 那個 你跟他說 我倆 真不是那個 那個傻 哈哈哈哈哈哈 解釋就是掩釋 別解釋 越解釋越亂 他說了什麼 你這麼跟他說 如果你跟我牽手了 就我跟外婷就 就 就少聯繫 就絕交了 那都不對 也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兄弟這麼說的 說我倆那事兒真別人知道 不是 哈哈哈哈 怎麼捨不鬼 剛才文博是這樣說的 你要是跟他牽手成功了的話 我倆就相當於絕交了 哈哈哈哈 你倆牽手 今晚他們就互刪聯繫方式 對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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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你就要選擇了 但是怎麼選呢 你也沒見過他們 我們還是問一下 我們的兩位姐姐吧 你們有什麼建議 我覺得首選肯定是五號 剛才我覺得他跳舞跳得非常好 他可能是能夠把這個場子炸起來 熱起來 然後平時你跟他在一起也會很開心 然後另外一位呢 我希望你可以考慮一下二號 因為他跟五號是完全不同的 兩種類型 二號就是在做實體店的 就是他是一個很務實的男生 就是如果你需要一個 比較安全感的男生的話 我覺得二號 他反而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建議那個歡歡選四號和五號 四號跟五號 他們都是生活比較豐富的人 就是四號是美妝博主嘛 五號呢他是那個舞蹈老師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人 會讓你的生活不太一樣 有一個不一樣的調調 二號就是那種 比較傳統的東北男生 他整個人就比較熱愛工作 就他可能生活會比較中規中矩 你們倆可能在一起 沒有那麼多的新鮮感 我認為這樣 好 謝謝姐姐們的建議 好 徐歡 接下來你要在三位男嘉賓的親友當中 選出兩位留在這裡 你想好了嗎 好 徐歡 現在請就位 徐歡 請選擇 2號 對不起 我比較喜歡浪漫一些 沒關係 沒關係 我選擇4號和5號 謝謝2號陶玉琦的妹妹 謝謝你了 再見 祝你幸福 歡迎登陸快手 或快手極速版APP 通訊視頻 愛奇藝百事TV 觀看完整節目 我要搶錢了 走走彈去 請關閉我們樓上 男嘉賓的玻璃房 現在我們就要到了 男生返選的時間了 兩位男嘉賓 如果你們也對我們的女嘉賓 同樣動心 勇敢地向前一步 來到我們的幸福之門的後面 那麼4號 沈志南 請到紅色大門的後面 請5號 趙文博 來到藍色大門的後面 徐歡 決定權 在你的手上 就5號唄 挺好嗎 我喜歡舞蹈 真的 5號不錯 5號 好 5號 趙文博 棒 請打開藍色大門 趙文博會不會在門後呢 好 很帥 挺帥的 帥的 帥的 好 好可愛 對 其實他倆好搭 他還好配 最萌身高差 你好 那個 我確實不太會表白 你剛剛在電話裡不是很會說嗎 文博我覺得此時那首歌特別適合你 聊天還不如跳舞 你要不要再來一段 你放個粉紅的回憶吧 粉紅的回憶 這歌能跳嗎 有 為什麼你要選粉紅的回憶這首歌呢 因為這個比較浪漫嗎 這浪漫嗎 誰呀 好像不是我們這個年代的浪漫 來吧 哎呦 夏天 夏天悄悄過去留下小命運 哎呦 好帥啊 晚風吹過溫暖我心底 我又想起你 哦 他真的太有魅力了 他一跳舞真的在發光 不能忘記 不能忘記你 你的眼睛 像星星 冷靜靜 一眼就墜入陷阱 別擔心 好幸運 也許是命中注定 對你目不專精 唯獨你讓我變心 耶 你的眼睛 哦呦 哦呦 風聽多純靜 烏雲也會轉天晴 對你一見鍾情 就像滑雪的反應 哦 天啊 還是很騷氣的 有才藝就是好 嗯 我確實就挺喜歡你的 直到遇見了你 我只喜歡你 不必須別人闖入你的生命 我的脾氣是對你的愛惜 其實我 其他女嘉賓 我欲望不是那麼太強 不是那麼太強 我只喜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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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入懷的動作太不容易 牽手下去 我平時也是這樣的 就是喜歡做的事情 我就會很去研究 然後我不感興趣的事情 我看都不看 你不容懷疑 然後《愛情》雖然也是 直到遇見了你 我只喜歡你 不允許別人闖入你的生命 我的脾氣是對你的愛惜 然後我不是會就是 特別會逗你開心 用心動問時機 直到遇見了你 我只喜歡你 他已經很開心了 他已經一直在笑 這個女生 用你入懷的動作太不容易 牽手下去 但容金不容懷疑 痛愛的話 用心動更失去 首先男嘉賓跳舞很好看 不要緊張 我現在說實話也挺緊張的 先不要做決策 因為在你做決定之前 我們看看有沒有人 為你搶親好不好 好 如果玻璃房裡剩下的三位男士 你們要搶親的話 現在可以按鍵了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有人搶親 有人搶親 誰啊誰啊誰啊 許環是不是沒有想到有人為你搶親 沒有想到 你猜一下是幾號 你覺得會是幾號 那那二號 我覺得是一號 來我們歡迎搶親的男嘉賓 是誰呢 來大門請打開 是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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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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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3號 勇敢地表白吧 首先来自我介绍吧 我叫李江涛 今年22岁 在杭州的一个培训机构 暂时是一个 稍耳口才的老师 声音好好听啊 我现在特别紧张 现在是不成功变成人 我看到你全身都在抖 对 不要紧张 我平时会特别紧张小朋友 会有各种问题 担心他们会不会撞到桌子 撞到椅子 担心他们玩小玩具的时候 吞咽下去那些零件 所以我就无时无刻 像一个安全帽一样 就想去计划着保护他们 所以如果你能做我的女朋友的话 我会让你重新成为一个 小孩子的权利 在我面前重新做一个小朋友 包括我现在也非常的紧张 呃 今天来之前我也在担心天气 还有一切种种的一切的一切各种状况 包括女嘉宾 看我不看我 直接我兄弟 出来的机会都没有 我在后面睡觉 呃 但是 现在看见你的时候 我不怕了 真的 我不怕了 其实我从要留着心 不要四季 唉 她的声音真的太好听了 就像 阳光穿透的云层 还我站在这里 你 我记得你 做朋友吧 不要搬着心里 隔禅也不再一意 你是真的心动了 是不是 我需要你 从此善念 无声无息 等不到也没关系 他捏稿子是背的 能背得那么紧张吗 母号太多了 那文波你还有什么 想对我说的吗 我 你也背一段 我没背稿 但是我是 我是 就咋说呢 我肯定对你好 然后 我也会给你按摩 然后你累的时候 给你送送肩 我很听话的 我对于不喜欢的女生 我不怎么看的 今天他第二次说这句话了 怎么办 我觉得他们俩都好合适 真的好棒 都在杭州又这么优秀 一个会跳舞 一个声音这么温柔 我在这个舞台上这么多期了 我第一次感觉到我都没主意了 连萌姐都没主意了 这没法选了 这个真的没法选 姐姐们也帮我出出主意吧 来吧 爱我还是她 你都已看不到我们的好 红杨问觉得你几号好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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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号 五号 四号 四号 沈志南的亲友 你觉得他该怎么选 我的哥们在角落最可怜好吗 这么说吧 你希望温暖多一点 还是快乐多一点 他希望我有温暖也快乐 我说句实话 我就是在三号没有出来之前 我是真的觉得五号完美 完美 因为他真的很可爱 但是你知道三号出来了之后 我看到他这双深情的眼睛 和他颤抖的这个 我就觉得 真的没有办法拒绝他 我觉得他 他真的是心动的感觉 他可以为你付出一切 我无法拒绝他 他的眼睛一秒钟 没有离开过女嘉宾 真的 我现在跟你说一下 他们身体的感知 他的肩膀在颤抖 他在抽搐 这该怎么选 徐欢 这是你人生当中 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你选择 我们的李江涛 还是赵文博 我的天 来吧 全场我们给他 十秒钟的倒计时 好不好 够不够 十 九 八 八 重新成为一个 七 小孩子的权力 六 做女朋友版 五 我确实 四 挺喜欢你们 三 他很好配 二 一 请选择 我选择 欢迎在各大艺务市场 搜索下载百事TV 观看中国新乡亲 往期精彩内容 我选择 和三号 做朋友 对不起 没关系 没关系 所以选择了五号座 五号 李江涛 生意特别好 很优秀的男孩子 今天勇敢地抢亲 但是表白失败 真的 他快哭了 我跟你说 江涛就是这一轮 才刚补上位来 然后他的亲友都没有出来 为了你 他等于就再也不能 在这个舞台上这一季 你知道吗 你跟他抱一下好不好 好 大客不必 大客不必 我俩抱一下 他俩抱一下 我俩抱一下 我俩抱一下 多好的男孩子 高级 我们送走了江涛 该欢乐的还想欢乐 啊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祝贺徐欢和赵文博 牵手成功 祝你们幸福 再见 谢谢 哇 他好开心 他说得不太可爱了 他说得不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他太可爱了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你这辈子没有 我对我修过 真的是 这首成功 我主要的感觉就是 他很幽默 我 就像姐姐们说的 能给我凭枯燥的生活 带来一定的乐趣 所以我觉得 我跟他以后的生活 应该会很开心 我们都在杭州 可以就是 看电影 关我姐 你拿衣服吧 你给我拿衣服 嗯 感谢喜临门 让我们签手成功 让我守护了 这么好看的女朋友 祝愿所有的深情 都不被辜负 所有的喜事 都如期而至 那今天的节目 就是这样了 每周六晚 欢迎各位准时收看 东方卫视 中国新乡亲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